我从出生变守在这里 他们说这是我要背负医生的事 他们换我龙墓 你是谁 你这样睡很容易着凉的 神殿是龙族境地擅长者 你不说他们就发现不了啊 你不会出卖我吧 无聊 我叫叶贤哥 你喜欢花吗 下次我给你带啊 擅闯龙族境地 你有几条命可发 我是特地来看你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 这是玫瑰 很香的 要不要闻一下 好香啊 送你了 下次给你带别的花 不是去不语了吗 怎么和人家打起来了 几个小要照着自己有些倒好 欺负普通人 我当然看不过了 那你也该小心些才是 不说这个了 明日我还要去不语 你想要点什么 你上次说的冰糖葫芦可好 好 明日还是这个时辰 我来找你 你就是龙母 你在上前一步便是龙族境地 我不进去 我只是来给你送样东西 这是何物 这是叶贤哥 托我给你的糖葫芦 叶贤哥呢 他怎么不自己来送 他回不来了 我从出生变守在这 他们说 这是我要背负医生的使命 他们换我 龙母 叶贤哥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龙母 丝陶可是大罪 我只是去找个人 你是去找叶贤哥 他答应我回来 他不来 我便去找他 他们说 守护神殿的龙母 既没有法术 也没有感情 他们骗人 那你还不让他 善离神殿 当受雷霆之行 你可知 我带他回来之后 自会领包 守卫怕是已经发现你不在了 要走就快走吧 兴许还来得及 多谢 师兄 你这是要帮龙母 他已经很可怜了 你帮他 你也要受罚的 我认为值得 得罪了师兄 我这么帮你 你可一定要找到他 叶贤哥 你到底在哪 贤哥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一生实在太好看了 我没忍住给你拍一张照 他们都说你回不来了 啊 你说什么呢 那个你要是不喜欢 我就知道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认错人了吧 你我像是百年 我怎么可能认错 你这人怎么还动手动脚呢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真的没见过你 你真的不是他吗 我就是我 我自己 会有一次擦肩 铭铛 月仙哥 你到底在哪 我今天 你这车停了得有好几分钟了吧 你没事吧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谁跟着你了 那你是要去哪啊 与你无关 我今天出门就应该看看黄历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龙母 你犯下的重罪 当随我回去领发 等我找到叶贤哥 我便回去主动领发 叶贤哥早已进入轮回 你就算找到他 又有何用 他一定会记起我的 一定会的 我相信他 龙母 对不住 你我共同守在神殿千年 帮我这一次可好 是你有错再现 帮不住 这粘子你喜欢吗 你喜欢 这是 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